欢迎来到我们的华尔街新闻简报节目 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精彩的新闻 首先,美国股市期货因美联储坚持今年降息三次的观点而上涨 美光科技的乐观预测让芯片股飙升 接着,我们看到中国最大保险公司平安保险的利润降至五年来的最低点 但它的核心保险业务仍然稳固 同时,在国际舞台上,尼日利亚的电影明星因贿赂指控被逮捕 而野门胡塞武装向中国和俄罗斯保证 他们的船只在红海和亚丁湾航行时不会成为攻击目标 在科技和产业领域,苹果公司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庞大的新店 展示了对中国市场的承诺 而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科技公司小米和华为正在进入这一行业 展现了他们的宏大计划 此外,日本、美国和菲律宾承诺加强合作 为下个月的首次三边峰会做准备 这标志着在国际关系上的一个重要步骤 最后,我们看到了一些关注人权和社会问题的新闻 包括菲律宾LGBTQ学生被强制理发的事件引发了改变的呼吁 以及越南总统的突然辞职震惊全国 引发了对政治稳定的担忧 这些新闻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变化和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美联储提振降息希望后 美国股市期货上涨 美光的反弹提振了芯片制造商 雅虎 美国股指期货周四上涨 因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的乐观预测 而芯片股上涨 美联储坚持今年降息三次的观点 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在盘前股价上涨17.7% 此前该公司公布了令人惊讶的季度利润 并预测第三季度营收高于预期 中国保险巨头平安保险的利润降至五年低点 南华早报 中国市值最大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报告称 其五年来的利润最低 由于资产管理和技术投资业务的挫折 该公司2023年的净利润同比下降23% 至856.7亿元人民币约合119亿美元 然而平安的核心保险业务仍然稳固 受险和健康保险的新业务价值增长了36% 达到392.6亿元人民币 该公司计划继续发展其三个核心业务 保险 技术和医疗保健 尼日利亚电影明星因贿赂指控被逮捕 BBC 尼日利亚女演员阿玛尔·乌玛尔 因涉嫌试图贿赂卡诺州的一名警官而被逮捕 他被指控给予一名警官25万奈拉 约合137英镑 175美元 以便让他被扣押的汽车释放 阿玛尔否认指控 并声称最初是警官要求钱 他的车在一年多前被扣押 原因是怀疑是他男友涉嫌欺诈所得购买的 阿玛尔的律师表示 他们将继续在法庭上为他辩护 因为他们认为他受到了胁迫 野门胡塞武装告诉中国和俄罗斯 他们的船只不会成为目标 彭博社 据报道 中国和俄罗斯已与野门胡塞武装 达成了一项谅解 允许他们的船只在鸿海和亚丁湾航行时 不受攻击 作为交换条件 这两个国家可能通过联合国安理会等机构 向胡塞武装提供政治支持 包括可能阻止针对该组织的决议通过 英国的被将建造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 澳大利亚表示 南华早报 英国被系统公司已被选中 作为澳英美安全协议 O-Coast的一部分 建造一支核动力潜艇舰队 尽管尚未透露具体建造的潜艇数量 和交易的财务细节 但预计澳大利亚将至少获得 五艘S-Nino Coast级潜艇 造价数十亿美元 首批潜艇预计将在英国建造 后续潜艇将在南澳大利亚建造 这些潜艇将比澳大利亚现有的潜艇舰队 更加安静和隐蔽 并能够在不浮出水面的情况下 部署到遥远的地方 中国的货币组合 比西方的宽松政策更有效 和更注重经济 南华早报 中国人民银行PBOC 不会采取西方式的量化宽松政策 PUE 因为它认为其流动性工具 和信贷配置的组合 在推动国家经济复苏方面更有效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 宣长能表示 与外国央行相比 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效应 是有效和明显的 宣环强调 中国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仍然为7% 意味着有充足的手段向市场注入流动性 苹果首席执行官在上海开设新店 展示对中国市场的承诺 彭博社 苹果首席执行官 蒂姆 库克在上海开设了一家庞大的新店 强调了苹果公司对中国作为生产和市场基地的承诺 在苹果在中国的iPhone销售下滑之际 该公司在上海开设了第八家门店 苹果与中国的关系至关重要 因为由富士康等公司领导的多层次供应链 提供了制造能力 就业机会和投资 然而 由于经济疲软 华为的复兴 以及中美贸易战的影响 中国的销售额有所下降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的利润意外下降 原因是中国股市的暴跌 彭博社 由于股市下跌 影响投资回报 平安保险集团去年的利润下降了22.8% 净收入下降至857亿元人民币 约合119亿美元 低于16位分析师预测的平均值1017亿元人民币 美国失业救济申请下降至21万 再次显示就业市场强劲 美联社 上周申请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数略有下降 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强劲 就业稳定 劳工部报告称 失业救济金申请人数减少了2000人 降至21万人 而四周平均值上升了2500人 达到211250人 总体而言 截至3月9日的一周内 有180万美国人领取失业救济金 比上周增加了4000人 尽管谷歌母公司Alphabet eBay和思科等科技公司进行了裁员 但总体裁员仍低于疫情前的水平 失业率连续25个月保持在4%以下 这是自上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长连续期 越南政治明星的垮台震惊全国 下一任总统会是谁 南华早报 越南总统伍文祥突然辞职 震惊了公众 并引发了对政治稳定的担忧 伍文祥的离职 发生在他任期的一年多之后 可能导致候选人名单中的领导职位 出现空缺 此举被视为炽热炉火反腐败运动的一部分 该运动针对的是高级政治家和富有的大亨 这一辞职可能对投资者信心产生负面影响 并在短期内扰乱该国的商业环境 越南被视为全球企业寻求将供应链 从中国分散的关键战略位置 菲律宾LGBTQ学生被强制理发的视频 引发了改变的呼吁 南华早报 一段视频显示 菲律宾一所公立大学的一名跨性别学生被迫剪掉头发 引发了抗议活动 并呼吁审查歧视LGBTQ学生的学校政策 马尼拉的Yologeo Amen Rodriguez科学技术学院 Arest要求男学生进行理发师理发 并禁止女学生在校园内留着五颜六色的头发 分享该视频的全国LGBTQ联盟 Bahagri表示 超过50名LGBTQ学生不得不缩短头发 才能被允许进入Arest 日本日经指数在日本央行政策转变后 创下历史新高收盘 日经亚洲 周四 日本日经指数创下历史新高 盘中上涨2.03% 达到40815.66点 这次涨势是在美联储发表鸽派言论后出现的 受到了广泛股票的推动 包括日力和三井等蓝筹股 创下历史新高 与半导体相关的股票也有所上涨 其中 柱有化学一度上涨超过6% 美联储维持了美国利率不变 并保持了今年三次降息的预测 手机制造商应该制造电动汽车吗? 德国之声 中国科技公司小米和华为 正在进入电动汽车EV行业 小米将于3月28日 推出由国有制造商北汽生产的三箱车SU-7 华为正在为该行业开发技术 包括智能驾驶系统和通信平台 小米的SU-7提供800公里的续航里程 可以在2.8秒内达到每小时100公里 该公司已经收到了10万个查看车辆的请求 并计划成为世界五大汽车制造商之一 由于制裁和关税 中国品牌可能难以在欧洲和美国竞争 日本、美国和菲律宾将在4月峰会前加强关系 南华早报 来自日本 美国和菲律宾的高级外交官 已承诺进一步促进合作 为下个月举行的首次三边峰会铺平道路 官员们还批评中国在印太地区日益增强的海上自信 并强调维护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国际秩序的重要性 三国同意在海上安全、网络防御、经济安全、基础设施和能源资源等问题上进行合作 美国一直在加强与日本和菲律宾的房屋合作 以对抗中国的领土主张和军事集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定于四月会见美国总统拜登和菲律宾总统小费迪南德、马克思 中国与欧盟金融监管机构踏上寻同之路 南华早报 作为新成立的中欧金融合作工作组的一部分 中国和欧洲监管机构举行了首次会议 这些会议为解决财务不满的新沟通渠道奠定了基础 讨论的主题包括跨境数据传输、金融监控框架 资本市场改善和可持续金融运营 该工作组是在9月举行的第十次中欧贸易和投资高级别对话讨论后成立的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dobrif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